看日本政府申報 第一火電池有川的火水 今天就白到海林 早期農業部火藥市長 就表示說 他也向日本政府表示反對 接下來要加強圓頭的檢查 所有開火是表示說 火味都很怕 也說政府可以直接開火水 排風的附近海峽做檢查 中央桌就要到了 火極速提供航馬 要多多三用國散的水產品 而且還要邀請國內枯火火 總幹事來騎台 大大蚵勒國散水產品的隔瓶頸 不過日本由八月二時 開始白鳳福島第一火電池的船水立海 這樣可以依其火火的瓶頸 所有枯火火表示 市民不想來怕嚇 更怕這次開鳳 海洋變成是噴射中 原來其他地方的漁民 是要再觀察後手的衝擊 海洋到臺灣的時間還要一段時間嘛 所以他們現在還是在觀望 未來會怎樣 當然我們還是會跟漁業署來 密切的來關注這個捕獲的羽種 蝦夕宿共町已經建立海峽的基礎資料 將來如果以上就能比稿 目前平股對近海影響比較少 另外我們還可以主動前往北太平友參與 9月開始我們也安排我們的水釋所的試驗船 到北太平洋的漁區裡面 去採集漁體還有海水 這些相關的樣品 做好科學整個相關的監測 建立完整的數據 所有枯火火建議 政府應該直接去福島白鳳 船水的附近海色感染 不過被集數表示 那個地方是日本的經濟水色 不可以隨在人進去 相信日本政府的提供資料 而且也強調當初日本政府宣布要白鳳的時 去集數有表達過不同意的立場 記者 總學報道